天后泰勒斯近期展开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信大批歌迷入场朝圣 每场演出门票都被秒杀 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 据悉泰勒斯的演唱会 一张门票平均售价为台币8000元 单单8月份在北美的52场演出 就创造了约台币1518亿元的商机 它的巨大影响力为举行演唱会的地区 带来了超高的经济效益 甚至出现了泰勒斯的经济 这样的全新单词 对此时代杂志 近日发文圣赞泰勒斯的巡演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巡回演唱会 有称是为了泰勒斯 特别在演唱会期间改名 还为他颁发了荣誉市长的职位 甚至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 公开对泰勒斯喊话 希望他能到当地开场 真不愧是天后 不愧是天后 在看口中全新加高的音乐巡回的 那我们都看到演唱会 是两个人的